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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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們其他的稻子 大概都是看陽光 我們叫做日照樹 就是它 生長 開始生長以後呢 開始生長的那個溫度起鑽 大概4000小時到4500小時 稻子就成熟了 那這種不一樣 這種管你照9000小時 1萬小時 不管你照幾個小時 反正它就是一定等到天氣被擁了之後才開花 所以這種稻子是比較神奇一點的 那它的高度可以達到大概將近170-180公分以上 它開花的時候很漂亮 十天隔的比你等多還要高 那你走在裡面根本就看不到什麼東西 那我們做這個民工的目的 其實就讓大家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 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稻子的世界是很大很大的 稻子是不是只有一種 不是 稻子的選品有22種 那光是其中的一種 亞洲栽培道裡面 就有先行道 梗行道 爪哇行路道 這麼多種 然後呢 我們人工可以出來我們叫品系 大家看有多少品系 我跟大家講 超過一萬個以上的筆記